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假设我们是讲了一个是real 时数方形的这个矩阵的时候呢 我们上次说我们可以定义几种方式 第一个是symmetric矩阵 什么是symmetric的矩阵呢 很简单 他这个矩阵自己本身做个transpose 他要等于他自己 OK 或者是什么 skew symmetric 对不对 你把它做个transpose之后会等于负的自己 OK OK 那么我们又多介绍一个叫做orthogonal 的这个矩阵 它指的是什么呢 假设有个矩阵 你把它做个transpose之后啊 会等于自己的导数 哇 现在进来了一堆 OK 那这三个呢 是我们上次介绍的 OK 那么在这边讲到 Igon value的时候呢 那我们说 symmetric呢 的这个矩阵啊 它本身呢 会是个real的Igon value 那么对于skew symmetric呢 它会是个imaginary pure的imaginary 或者是零 这个是imaginary的简写 I am OK 那orthogonal呢 它本身可以是real 或者是怎么样 complex conjugate impale 它一定要成对的 而且它的绝对值啊 我先这样子写 它一定要等于1 或者是负1 正负1 OK 它一定是这个样子的 一件事情 诶 等一下 是 不对 determinant 的A 才会等于这个 OK 那么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我们要来介绍几个 第一个 Orthogonal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好处 你可以对它做个 把这个称之 Orthogonal Transformation 什么是Orthogonal Transformation 它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 Inner Product 一定要不能变 Invariance of Inner product 第二件事情 它的 一定要新增 什么 Orthogonal of Column Enroe Enroe Vectors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 它上面 假设一个 Column 的Vectors Aj Dot Ak 的话 假设你有这样 这两个 就像那你先将 Aj 做个Transpose 再乘上 Ak 这个矩阵 它们的结果 一定要等于Delta Jk OK 这里面这两个 很重要的 它指的是什么 Column Vectors 抱歉 这个没有错 这个没有错 这个是 它的 IgonValue 一定是正一或负一 Determinate 还是写在这边 OK A的Determinate 它一定要等于什么 正一 或者是负一 OK 也是一样的东西 而且呢 有个东西呢 我没有写在这边 因为我想说 把左边 保留一些 空格 给待会儿用 那就是说 我们写在这边 假设你有个any Square Matrix Any real Square Matrix 也就是说 你看看 符合这种形式 叫做对称 符合这种形式 叫Skew Matrix 符合这种形式 叫做Orthogonal 假设你三个都不符合 那就是一般的 矩阵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矩阵 我们就 假设这个叫做A 我们可以把这个A 写成什么 两个矩阵的相价 一个是对称的 一个是Skew Symmetry 那对称是 什么意思呢 它是二分之一的A 再加上A的Transpose 那什么叫Skew呢 就是二分之一的A 减掉A的Transpose OK 这是我们上次所讲的 那我们都可以做这些事情 好 那今天呢 我们要更进一步啊 来介绍一点东西 好 我们从 我看看 这些都讲过了嘛 OK 我们来介绍呢 在 假如说我们现在 针对的东西 并不是一个 Real的 而是一个什么 Complex Square Matrix 那么 它应该是 有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什么叫做 Complex的Square呢 比如说好了 我们有个矩阵 A 这个矩阵呢 我们一般写都是 写说的里面有 JK这个Term 这个Element 然后用个中瓜糊包起来 就代表它是矩阵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AJK这个Element呢 这个元素呢 就可以写R 再加上JBeta 其中Alpha Beta 通通都属于Real OK 它只是把时数 变成为负数而已 OK 那当然了 假设你对它取一个 Complex Conjugate 那么就像那 Alpha 减掉I Beta 对不对 这个就是负变的 共二嘛 共二的意思就是 把I的前面的 变号 就是了 OK 那这个时候 也就代表说 假设你有一个 共二的A 就相当于 每个Element 通通取共二 OK 那么假设呢 你把它 取个共二之后 再取个Transpose 就相当于 一样是 K J 去共二 OK 一样是 J跟K 跟K跟J 两个Switch 这样子就变成它 做一个Transpose 的这个动作 OK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来介绍 一个名词 第一个名词是什么 Hermission 什么是Hermission Hermission呢 其实就是 这边的Symmetric 几乎是一样的东西 唯一的差别 是在于说 你必须要怎么样 先对它 取个Complex Conjugate之后呢 再取Transpose 要等于它自己 假设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就叫Hermission 我不晓得中文叫做什么 反正你就把它记下 这个叫Hermission 当然了 那这样一来 你就可以定一个 叫Skill Hermission 它是什么东西 它一样 你把它 假设这个是S 你取个Complex Conjugate之后 这个Transpose 它等于复得的 怎么样 自己 OK 假设说你很记得 上一次我们举的例子的时候 你可以发觉一件事情 这两个有个很大的不一样 比如说上次我们讲到 这个Skill Symmetry的时候 因为你经过个Transpose 之后 要等于自己的负号 所以就代表一件事情 你在这个对角线上面的 这些Element 比如说好吧 我把这一条横的 取个Transpose之后 是不是变成直的 那变成直的之后 每一个都要变号 那是不是代表这个位置 也要变号 但自己不可能 等于自己变号 只有一个可以 那是什么 零 所以这个时候 这边就只能够是零 那其他呢 OK 就有其他的数字 但是这边未必 因为你取个 Complex Conjugate之后 我要是虚数本身 就要变号 它已经变号 OK 所以这个时候 我可以取一个 我就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 3i 2加上i 负2加i 负i 比如说这个 我们做一点的小运算 好不好 假设有个S 本身是3i 2加上i 负2加i 负i 比如说这个 好 我们先对它做 Complex Conjugate 先做了之后呢 相当于变成是 负3i 2减i 负2减i 正i 对不对 然后再把它做个 Transpose 那是不是 横的变成重的 对不对 负3i 2减i 负2减i 正i OK 请你看看 这一个 跟上面原来的 这个比起来 有什么差别 你正3 正3i 它变成负3i 负2 变正2 正i 变负i 正2 变负2 正i 变负i 负i 变正i 是不是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S 经过Complex Conjugate 在做个Transpose之后 它要等于负的S 是不是跟这边一样 所以呢 对于我们这个 负数而言 你要求它是 Skew Hermitian的时候 那我想请问 大家一下 对角线上面的数目 有没有什么要求 OK 它要求一定是0呢 一定是时速呢 还是一定是虚数 它一定要是虚数 对不对 虚数之后呢 它才比较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好了 Athaca呢 是说它的Transpose之后 要等于它自己的Inverse 那我们这边也是类似 只不过我们名称给它 叫做Unitary 它指的是你自己本身 有个函数 有个矩阵 我对它做Complex Conjugate 再说Inverse之后 会等于自己的什么 Inverse 这个叫做Unitary 所以基本上来看的话 这两边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就这边做Transpose的时候呢 这边同时要做个Complex Conjugate 只有这样子而已 那两边呢 其实操作都一样 那么假设你来问说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要求的东西 会一样吗 会一样吗 那我跟大家讲 几乎完全一样 这个算起来Icon Value 它也是Real 这个算起来呢 会是Imaginary Pure Imaginary 或者是D 这个呢 算起来呢 它就是个Complex Conjugate OK 而且呢 它的 Icon Value的绝对值呢 一定要等于1 那么我们下面讲的这几个 是否同样的适用呢 请各位回家对照一下 你发觉啊 这边我就不用再写了 完全都适用 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这两个系统上面 只有名称不一样 只有一点点做法上不一样 但其他都一样 OK 所以呢到时候呢 就看看各位所 应付的这个问题啊 所对付的这个问题 究竟是属于实数 这边可以描述它的呢 还是说你要用负数来描述它才可以 OK 那今天待会我讲完 我们这个矩阵之后 我会举个例子啊 在电子学里面的例子 什么时候 我们会用到负数的东西来描述它 我们最常用的就是用波动来描述它 对不对 最后嘛 你要嘛就是取实数 要嘛就是取虚部 对不对 假设有两个负数的exponential相加 那我们就可以经过一些整理 把它变成sin cos的线性组合 OK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 另外一个问题 既然呢 我们这边有一个 有这两个 OK 一个是实数 一个是虚数 那我们现在开始呢 来学一个新的名词 这个新的名词蛮好玩的 它的操作非常的有意思 OK 我们称之为什么 similar 或者我们要讲的是similar transformation OK 好 什么叫做similar transformation 什么叫similar matrix 我们给个define 一个定义 我们说 a n 乘上n这个矩阵 记住它是square的 OK 这个 是经过什么作业之后 is similar to a 上面一条小蚯蚓的 跟a呢 是非常相似的 那当然非常相似的 上面只差一个东西 怎么转换过去呢 if a 这个 等于 这个a呢 后面 乘上一个 p的矩阵 n乘n 前面 乘上同样这个p矩阵 只不过 它的inverse 假如说 我们可以透过这两个矩阵 将a转换到这边过来的 我们就说 这个 转换之后的a矩阵 a 小 小蚯蚓 跟a当中呢 甚至会相似 那么这个transformation 叫做similar transformation OK 好 这个东西到底是要干嘛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样子做 有什么好处呢 好 我们来看看 if 转换之后的这个a呢 它 确实是 假设这个 a 小蚯蚓 这个啊 跟a当中 确实是经过这个转换 那么 它告诉你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a啊 转换之后的a 跟转换之前的a呢 have the same 啊 icon value 它没有相同的icon value 有一个icon value 不会变哦 完全都一样 那这样子很好 也就是说 假设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 比如说 它的位能等于多少 重力位能等于多少 我不管我的坐标怎么变 它重力位能是不会改变的 因为它是个很重要的保守的一个值 我们不希望它改变 但是我可以坐标系统改变呢 我人可以站着看 倒着看 贴在墙壁上看 都可以 OK 那这个 这种的转换 对我们就非常的重要 第二件事情 本来a呢 它的icon vector呢 是大x 它的icon value呢 是lambda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告诉你一件事情 转换之后的这个a啊 有一条秋印的a呢 它的icon vector是y 大y 那因为它们两个icon value都要一样嘛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y跟x有什么关系呢 y跟x有什么关系 有 y啊 会等于x呢 前面乘上 转换它们这个矩阵的inverse OK 这样子就可以将x呢 转换到y这边来 好 我们做个很简单的证明之后 我们就啊 找一些例子 来看一看 然后从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抓到它的要素 OK 好 我们知道a呢 乘上大x 跟lambda大x 这是icon value problem 这是第一个 所以我们现在呢 把第一个式子呢 前面乘上一个p的inverse 我们把p的inverse 乘上1 做这件事情 OK 这边是我们的动作 我把它记在箭头上面 那是不是变成p-1 乘上a乘上x 要等于p-1乘上lambda乘上x 对不对 它就要写成这个样子 那lambda呢 只是一个怎么样 icon value icon value本身只是一个number而已 这个number可以摆在前面摆在后面 都无所谓 所以我将它颠倒一下 后面呢 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OK 我把这个写在它的右边好了 OK 好 然后我们紧接着呢 再来处理这个 这个我们可以怎么处理呢 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 我们将p呢 a乘上a矩阵之后 再跟x中间呢 乘上一个单位矩阵 那当然是不变的啊 对不对 a乘上x 从前乘上个单位矩阵 它本身不会有任何改变 那什么是单位矩阵 单位矩阵 指的是a 乘上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为p 乘上p的inverse 这个叫单位矩阵 再乘上x 所以到目前为止啊 都完全一样 那这样子写的时候 我可以重新刮胡一下 我可以这样子刮胡啊 我可以刮胡成这样子 那后面才是p-in-x 对不对 我可以这样子写过 这样子写 那前面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不是就是 a被transpose ok similar transformation 到a 这个 秋一 那后面呢 eigenvector就变成这个 所以呢 这个 比上这个 这个我也把它给刮胡 那是不是这两条式子 就告诉我们 a 球银 p-1 x 那等个lambda p-1 x 我把这个叫做y lambda y 是不是 所以这样子呢 马上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应当怎么样做 也就是说 假如说我们能够找得到p 对a做个similar的一个transformation 你就会得到a 小球银 那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a小球银的 eigenvalue跟原来的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呢 他们的相对的eigenvector不一样 a相对eigenvector是x a小球银相对eigenvector是y 那y跟x有什么关系呢 有 有这个关系 他们等于p的inverse乘上x 就等于y ok 那p是谁 就是当初你将它从a transform到a 小球银 这个地方的 这个矩阵 ok 好 那我们现在啊 我们来看一体立体 ok 假设我们一个a呢 很简单 它是这个样子 六四 负三 正一 负一 而且它告诉你啊 p 是等于这样子的 一 一 三 四 第一个 请你做一下它的 similar transformation a小球银就等于p的负一 乘上a 乘上p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p的负一 假设你计算一下 它会等于4负一 负三 一 ok 这个是第一个 p的负一 那a呢照超 6 负三 4 负一 再乘上p 1134 这样子一乘呢 乘完之后呢 你赫然发现 它变成一个什么东西 3 2 0 0 哇 这个p可真特别 它将a做个similar transform之后呢 transform到哪边 transform到一个矩阵呢 这个矩阵只有剩下对角线上面有数值 对角线之外 通通都是0 这很特别 对不对 因为说老实话 我可以随便找一个什么样的p啊 把它transform过来 但是那transform过来 可能没有这个效应啊 也就是说 不会让它对角线等于0 那这样子意义就好像 不是特别大 ok 那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我们让它成为对角线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们怎么来看看 它p怎么想出来呢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我们知道 怎么样做成一个p 好 那我们现在呢 直接来看第二个问题 a 当然只看a a的i跟value and eigenvector 会是多少 a的i跟value跟i跟vector 会是多少 好 那你说简单啊 a的i跟value跟i跟vector 就是i跟value problem嘛 a乘上大x 要等于lambda大x 只要把这个解出来了 lambda就出来了 x也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从这边呢 很快速我们就知道 a减掉lambda乘上单位矩阵 再乘上x呢 一定要等于0 这个时候只有一个解 可以存在 这个解就告诉我们说 determinant a减掉lambda i呢 一定要等于0 这个是不得不的一个选择 要不然你会得到 个trivial solution 所有的答案呢 通通都等于0 那就没有意思了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 我们本来是 64-3-1 64-3-1 每一个element 要减掉一个lambda 对角线的地方 要减掉一个lambda 绝对只要等于0 那我们来算一下 好不好 好 这一层呢 很简单 6-lambda乘上 负1-lambda 加上12 等于0 那负6 正1 负6 负5 lambda 对不对 好 然后两个相乘 加上lambda平方 再加上12 等于0 整理一下 lambda平方 减掉5 lambda 再加上6 等于0 OK 那很简单 我们马上把它分解 lambda 减掉6 lambda 加上1 要等于0 哦 不对 这样子会得到负的 负3负2 会比较好 负3 负2 对不对 这样子呢 我们就完全对了 那就告诉我们lambda有两个 lambda1 等于正3 lambda2 等于正2 我们有这两个lambda 好 这两个lambda之后呢 我们想来求出 它相对的x 1 会是什么 请你就把它带进去 带回去原来的这个式子 算一下x 会变成什么 它告诉你 x第一个是这样子 那x2又长成什么样子呢 34 你就可以求出它的eigenvector 记住这两个呢 很幸运的 在目前这边eigenvalue两个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可以算出两个eigenvector 你有没有发觉 这个envector跟前面的p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类似之处 原来这个p好像有这两个 怎么样 把它组合起来了 对不对 p是不是 p是等于什么 1134 x1好像只是p的什么 columnvector而已 x2也是p的另外一个columnvector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相当于说 我们只要把这个矩阵 先求到它的eigenvalue 之后求到它的eigenvector 把eigenvector重组一下 变成p了 你就可以把它转换过去 转换过去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对角线矩阵 3200 你告诉我 3是谁 竟然就是这个 2是谁 就是这个 对不对 所以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 果真呢 你要是有碰到这种矩阵 那这个根本就不用求 它eigenvalue就是3跟2 所以呢 similar 的这个矩阵呢 跟原来的矩阵的eigenvalue 完全都一样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确实证实了这件事情 而且更进一步的 它告诉我们 我怎么去建构一个p 有效的p 能够把我们原来的矩阵 把它diagonize 转换到另外一个空间上面去 让它上面的eigenvalue 变成只有对角线上出现 其他通道都没有 OK 好 那转换过去之后 请问一下 它的eigenvector会是什么东西 它的eigenvector会是什么东西 好 所以呢 假设你这边有点不太了解呢 我将它快速写在这边 好不好 整理一下 我们原来的a 是在哪里 64-3-1 6-4-3-1 我们这边告诉我们 lambda1等于3 lambda2等于2 x1等于11 x2等于34 那么题目是告诉我们 我们有个p 刚好就等于这两个组成的 会得到一个a 这个是吧 小蚯蚓 它会变成什么 32在对角线 其他通常等于0 就很好玩了 这个对角线刚好就是这边 那么我们很想要知道 在这个状态下面 当然 它的lambda1还是等于3 lambda2还是等于2 请问一下 y1等于什么东西 y2会等于什么东西 是否y1 y2 就像这边讲的一样 我们可以用p的inverse 把x转换过去 转换过去变成什么样子呢 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先从这边直接来求求看 对不对 好 其实呢 你把它带进去的结果 你同样的 根据我们这同样的算法 还用求icon value的方式 把它算一下 你很快也可以求得出来 这个会变成什么东西 1 0 这个会变成什么 0 1 令人惊讶 惊讶是什么意思呢 本来我们的eagon vector 是e1 也就是好像有个坐标 好像一个vector 它有两个component e跟e 在两个的坐标上面 e1 另外一个vector呢 是34 它的component是3跟4 但是我现在经过一个p的转换 Simon的转换之后呢 我把它转换到另外一个空间上面去 这个空间一看它 哎 y1的eagon vector是e0 e0就很简单 它乘上任何东西 就只剩下第一项存在而已嘛 第二项就不在了 y2是什么 01 它就变成非常非常simple的一件事情 OK 那这个动作呢 对我们而言非常非常的重要 OK 那我们呢 同样可以来check这件事情 那check呢 我不算了 OK 也就是说我们想问一下 p-1x等于什么东西 p-11等于什么东西 p-1 p-1在这边嘛 对不对 4-3-1 4-3-1 乘上x1 x1是这个 1 会变成什么 4乘1 变成4 加上-3乘1 4-3 乘1 下面呢 乘起来刚好等于0 就是它 一点都没有错 OK 一点都没有错 同样的 你也可以做x2 会得到01 OK 好 所以呢 假设我们现在要解决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我们equation列出来了 就发觉太复杂了 看不到它的关系性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把它转换到另外一部空间里面去 另外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可能只是原来空间旋转一下了 或者是做什么事情 I don't know 总之呢 你把它转换一下 然后到了那个空间之后呢 分别独立的这个像 你都看得很清楚 分别独立的空间 就可以分别出来 就相当于这边这么样的单纯 不会互相有关系 那你就可以更看清它的本质了 OK 好 到目前为止啊 好像呢 都是一个很简单的操作而已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呢 经过了这个练习之后呢 我们的定理四呢 我就用嘴巴讲了 它就告诉我们 你如何来建构一个 similar transformation 你怎么知道如何将A 转换到A小蚯蚓的时候呢 它本身是变成什么 只有对角线存在而已 其他通通都没有 你如何来做这件事情 经过这个例子 它告诉你 很简单 先把它 eigenvalue求出来 因为它的 eigenvalue 跟它一样 第二件事情 它的 eigenvalue 一旦求出来之后呢 利用 eigenvalue 去求A本身的 eigenvector 然后把 eigenvector 组合成一个矩阵 就叫做P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它转换成 一个对角线矩阵 这个对角线矩阵上面 element呢 刚好就是A上面的 每一个 eigenvalue 这样子就可以了 OK 这个是让大家了解的 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好 我们来看一个 一个definition Crogetic form Q OK 假设我们有一个column vector 写成一个单个column的矩阵 X 小X 你把它呢 拿来呢 做这个orthogonal的transform OK 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 你会把A矩阵 转换到一个Q Q是什么东西啊 Q是什么东西 它告诉你一件事情 Q呢 不是一个矩阵 我们来 我们先来写写看 好不好 它会变成什么 A乘上X 所以基本上 相当于A JK 它的element 然后乘上X X 那相当于说 我们有个矩阵 A是这样子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是X 这边只有一行 那第一个 你是不是它乘上它 它的第一个字圆 乘上它 它的第二个圆 乘上它 它的第三个 乘上它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代表你 第一个 这乘过去的 一定要等于后面 然后把每一个 乘起来 对不对 乘完之后 这个变成什么 DJ一个 DJ一个 你告诉我 它乘它 等于第一个 它再乘它 又等于第二个 也就是这两个 乘完它 也变成一个 Column Vector 那这个Column Vector呢 要在前面 再乘上 这个的Transport 这个Transport是什么 X1 一直到XN 相当于 这个要乘上 这个 那是不是这个 第一个 要乘上 这个圈圈 第二个 要乘上 这个方块 对不对 那这个的 每一个呢 有前面 J来 Index它 所以是不是相当于 第一个 就要乘上 第一个 所以这么是J 你前面就要乘上 X的什么 J 然后再将每一个 通通上下 Right 它就可以写成 这个样子 看起来比较高级 对不对 那事实上 就是原来的东西 好 那我们稍微 整理一下 我们将两个 Subvention 放在前面 我们发觉呢 后面是两个Element Vector Element 的相乘 做起来结果 会写成什么样的 东西呢 我写在这边 给大家看 你稍微整理一下 这边我把它擦掉 好 好 谢谢大家 他可以会等到这样子的一个二相式 相当于我们有n个变数 x1到xn 他们的一个平方两两相乘的相加 这个形式我们叫做quadratic form 在物理上面有很多 有物理上有很多 那有的只是没有那么复杂而已 它比较简单 但是基本上它就是一个vector的空间 x1到xn 你要是两个就只有x1 x2 三个就x1 x2 x3 两两相乘 所形成的一个四字 OK 所以呢 这个时候是不是 我们呢就可以什么定义一个 a 可以写成ajk 这个叫做什么 the coefficient matrix 系数的 矩正 好 这个到底是要干嘛 这样子有什么好处 这样子有什么好处 假设这个时候 a呢 is a symmetry metric symmetric matrix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 and Aine has an orthonormal basis of Igon vectors that form column vectors of x OK 也就是说在这种状态下面 A呢 它的eigenvector 一定会是一个什么 orthonormal的 eigenvector 它可以形成个basis 而且这个basis 可以形成这个x 这个矩正的column vectors OK 一个矩正x 假设是这样 那所谓它的column vector 也就是它第一行 可能就是它第一个eigenvector 第二行 这个是行还是列 管它了 叫column OK 就是它第二个eigenvector 你这样把它组合起来 OK 它们互相当中呢 都是垂直的 都是orthonormal的 OK 它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色 假设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呢 它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x的负义啊 inverse 跟x的transpose 会是一样的 OK 因为呢 它们一定要是orthogonal 也就是orthogonal的 它有这个特色 它里面每一个 a里面的形成的这个eigenvector 去组合成一个x的时候 它每一个column当中 都是什么 orthonormal OK 它都有这个特性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一定要遵守 这个规则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 怎么样 把a x放在后面 x放在前面 负1 把它转换到d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是个很标准的similar transformation 对不对 similar transformation 我们刚刚不就是这样子做吗 right 我们将你求得的 这个eigenvector 假设它本身 可以处理成 orthogonal的状态下面 我可以这样子 把它组合起来 好 那我们呢 继续来看看 但是还没有讲到 我们要管的q 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件事情 假设是这个样子 那么是不是 我们可以做个组合一下 比如说我们把 这个式子 前面的地方都乘上个x 后面都乘上x的inverse 好 所以我们把前面乘上个x 第一 后面乘上个x的inverse 可以吗 对不对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是不是x乘上xinverse 就变成1了 x也乘上x的inverse 也变成1了 是不是变成a 对不对 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的转换 把它转换过去 好 那这个呢 x的inverse 会变成x的transpose 因为这本来就是有这个特性 对不对 它是orthogonal 这个symmetry 的一个矩阵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 q啊 就可以写成怎么样 q本来 就是可以写成这个样子啊 对不对 对不对 这x是每一个column vector 每一个column vector 那我们是不是a呢 因为可以写成这样 所以我把这个带进来 我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时候 我将后面这个呢 叫做y 那前面这个呢 哦 我不能用大y了 大y是个矩阵 我用个小y 它也是个矩阵 不过是一个vector的矩阵 前面呢 y的transpose ok 那么这样一来 q呢 最后就可以写成 y的transport 再乘上d 乘上y ok 这样子 就会形成个quartetic form 的形式 那它这个会等于什么 会等于什么 每一个x 会相对于一个lambda 假设x确认了 你就确认你是哪个lambda 那你就变成lambda y1平方 lambda2 y2平方 一直到lambdan yn平方 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啊 把它写成一个很漂亮 quartetic form 没有那么多形式 最后只保留对角线的 这几个像 会存在而已 ok 好 那同样的 当我们这样子转换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lambda1到lambdan呢 lambda1到lambdan呢 are Factors of the Symmetry Matrix A OK 好 我请大家做一个Homework Homework 学生这边 OK 下个礼拜教 在你们打道物碑之前 把它交上来 道物碑是这个礼拜 好 那你们就打完之后再交 结果一样了 来 借我一下 因为还有一个地方的作业 我这边没有超到 好 然后在Section 8.5 好 我来找几题 好 我们呢 矩阵交完了 你说哪一个 这个是吧 这个是大X是矩阵 整个方块的 N乘N的 这个是Column Vector 只有一条 OK 所以你要很多条组合起来 才会变成一个方的 好 来 对 这个X呢 就是A的Igon Vector OK A的Igon Vector 这样子就可以达成你要做的任务 好 大家忍耐一下 今天早点放你们走好不好 上次我要跟你们说 要举个例子 有些时候我们要用到复数的地方 今天我们就开始来讲 什么时候我们要这样子做 感觉上这好像有一点超前你们的进度 但事实上也没有关系 需要超前就超前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来看几个 好 学电磁学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Maxwell Equation 好 Maxwell Equation 200多年前他把这个解决掉 他万万也想不到 今天这个世界没有这个Equation 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OK 不管你在做设计IC 在通讯上面 在一般电流讯号上面的交流 全部都要用到这个 Equation OK 好 Maxwell Equation长什么样子 基本上就是这样 感谢观看 好,第一个事实是什么? 克尔一等于负的partum b,partum d 也就是说磁场 感应磁场的变化 随着磁间的变化 会感应出一个电场的克尔 事实上这个就是法拉第定理 我有没有写错 大概大概 第二个呢 假设不管后面这一项 它告诉我们当你有个电流 你就会在旁边产生一个磁场 这叫什么定理? 安培定理 对不对? 是定理还是定律啊? 好像是定理吧? 还是定律? 请大家回家去查查看 好不好? 给你们自己一个 这个不是作业 OK 这只是让你们自己去搞清楚 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对不对? 定理是可以推敲出来的 但推敲是根据一些定律 或者是定 那就是根据一些定义 或者是定律 定义跟定律是没人搞清楚 为什么的 OK 只是这样子做起来 好像比较合理而已 好 这个呢 这个是什么? poison equation 对不对? poison equation 你有个电荷 就会在外面呢 四周围产生一个电场 那这个是什么? 没有单磁极的 假设 no monopole 记住 磁极 我讲不是电极 电荷 单独的电荷 就是一个单极 对不对? 但是磁呢 到目前为止 只观察到有 O极而已 上上礼拜 好像出了一篇论文 说他看到了单磁极 OK 紧接着一定会引发 一大堆吵架 一定有人觉得不相信 他在搞什么鬼啊 或者是怎么样 反正这个就有的讨论 假设我们找得到单磁极 那很明显 equation全部都变了 这个地方要多出一个source turn 这两个是长一模一样 那这边也要多出一个source turn OK 各多出一项出来 不过不管他 目前我们看到是这样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 一个问题 假设要解这个 这一看就知道 这没什么 这只是个偏文方程而已嘛 对不对 就把它解了就对了嘛 各位上次已经经历过一点点 偏文方程的这个享受嘛 对不对 所以他只是复杂一点而已嘛 复杂一点就慢慢解 总是解得出来 就跟玩那个什么 玩那个 那个叫什么 什么 机器人可以变成一辆车 车又变成机器人 那个叫什么 蛤 对对 百变金刚那个 我儿子买了三架 我都变不回去 我都不晓得怎么变 他都会变 OK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跟大家讲 假如说我们今天讨论了个问题 是一个很简单 叫做 Time Harmonic 的电磁波 假设是这样子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指的是说 我们呢 可以将一个电磁波 比如说电厂 X Y Z 跟T 对不对 它就是四个变数 我可以把它写成 E OK 它只跟X Y Z 有关系 那这个地方 我干脆给它个S 好了 再乘上 Exponential I Omega T 因为它是个 减斜 震荡的 一个情形 当然啦 我们的东西只有时数嘛 最后取时数就好了 这样可不可以 当你这样子的一个假设之后呢 我们整个式子啊 都会简化很多 H也是同样的假设哦 他就可以写成这样 有什么好处 这个地方呢 牵涉到equation呢 所有的变数都是怎么样 X Y Z 跟T的函数 所以呢 你要把它怎么样 要是做我们的变数分离法 就要假设四个变数 对不对 哇 那两个变数已经头脑脑上 还假设成四个变数 但是这个地方的好处呢 在这边呢 只剩下X Y Z 时间像呢 已经被去除掉了 少一个变数 那会简单 很多 OK 所以这是个技巧 偷懒的技巧 假如我们今天针对的是 这种EM wave 那也就是说 我 这四个连力 平位方程 解完之后的解 放在这边 以8乘上 exponential i omega t 之后取时数 就是你的答案 OK 那就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比较容易解 了解吗 这个解出来的 放在这边 后面乘上 exponential i omega t 取个时数 就是你的解 E是这样 H也是一样 OK 好 那么假设是这样 我们来看第一个 简单的case 假设我们是在一个 source free的状态 也就是没有source 什么叫没有source 它告诉我们 自由电货 no 没有 自由的电流密度 no 通通都没有 这个叫做 最简单的状况 就像当一个电磁波 在真空里头跑一样 OK 那假设是这样子呢 那我们这个 非常简单的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 四指 长得这个样子 右边呢 上面那个造钞 这就不见了 对不对 然后下面两个四指 长得一模一样 OK 或者你又要写成H 等一点 也可以 W9H也可以 那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我们把这个四指 整理一下 比如说第一个四指 把它取一个cur 那就相当于右边 多一个cur 那这个cur HS呢 这没有cur HS 用下面这个来取代 把它丢进去 整理一下 两三下 你就整理出来了 整理出来一个 什么样的东西 我应该 应该 好吧 不管它 整理出来一个 我应该 先从这边开始 我看看应该怎么 这样子好了 我先把这个 擦掉一下 也就是说 当我们source free的时候 我把画框框的地方 变成零 这几个变成零 然后我可以同样的处理 处理完之后呢 右边这个四指 它会得到这样 他会得到这样 你会得到这个四指 假设是从这边 四围的 一直计算出来 这个一看 上次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你要看到空间两次微分 时间两次微分 你告诉我这是什么equation 对这是波动方程 wave equation 假设空间两次微分 时间一次微分 是什么equation 是什么equation heat equation 热流的一个equation 假设只有空间的两次微分 没有时间微分的 这叫什么 这也不是poison equation 抱歉 这个是gauss law poison equation是两次方微分 对不对 那他会得到poison equation 对不对 你发觉这样子一算下来 在这边马上就得到一个波动方程 难怪你解得的是一个叫做em wave 电磁波 e就是电嘛 m就是磁嘛 em wave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地方也同样的做的时候呢 他会形成什么样一个式子呢 他会变成这样 在这个地方 假设这个是波动方程 那u是什么 u就是我们的光速 光速就是等于 根号mu乘上epsi 这个就是光速 ok 那么当我们把时间像丢掉 只保留空间像的时候 他会变成右边这个简单的形式 其中的k呢 写成omega根号mu epsilon 所以请大家要记住这个形式 待会儿呢 就会开始变化 这个你一解 马上就可以解得出来 你发觉es啊 有很多种形式 就看你解出来是什么样 我们举一个基本的形式好了 比如说example 它可以是什么 正幅员上 exponential 实际上我喜欢把它写成 越来越小 就在把电子波穿透进去的时候 一直都被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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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损耗了嘛 对不对 假设呢 这个γ是虚数 这个虚数跟这个虚数放在一起 你看看 我们说以前cosin的kx 减掉omega t 比如说这样子 kz减掉omega t 那是不是可以写成 类似exponential ikz减掉omega t 那ik在这边 它就是虚数的了 对不对 虚数就代表传播 实数就代表什么 我可不可以经过一下 转换这边的 负的α 再加上iβz 其中负αz 就是损耗嘛 是因为实数项 负iβz呢 事实上就是这个地方 ok 我这么喜欢加个负号 那这样子的一来呢 你就发觉 实数项代表的是损耗 虚数项代表的是什么 坡的传递 ok 好 我做了这么一大堆干嘛 闲来没事干去 转换来转换去 带来带去 当然不是闲来没事干 假设真的闲来没事干 但未免太可悲了嘛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看 各位看看这边 假设我现在是在一个 source free的空间 这个k是等于omega乘上μ ε 这三个都是实数 乘起来k一定是实数 对不对 k是实数的话 放在这边 实数乘上i 所以它就变成纯虚数了 纯虚数就是什么 代表坡的传递 有没有损耗 没有 所以现在就代表 我们一个平面坡 在真空里的传递 它是没有损耗的 它就这样一直传递出去 因为中间它不会影响到任何东西嘛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它吃掉嘛 所以它就一直的传递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conductive material 会发生什么事情 真空是绝缘的 它不导电的 但假设你现在在个材料里头 这个材料有一点点的导电 发生什么事情 导电 舌头都快转不过来了 那就代表一件事情 它的导电率呢 电导 这个叫conductivity呢 它不等于零 conductivity越高的越容易导电 conductivity越低的越难导电 等于零的就是百分之百绝缘体 OK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个Ohm's Law Ohm电率 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 J等于SigmaE 好像我们在个材料两端加个电厂 加个电厂就相当于你把个电池给加上去的嘛 那这个时候里面的电客就要受到电厂的影响 就要开始移动了 对不对 它发觉一件事情 你电厂的大小跟你的电流密度的大小 是有关系的 假设它呈现线性 这个称之为Ohm's Law 那线性的意思就代表 怎么样呈上conductivity 假设你导电度很好 我一个电厂加上去 哇你会产生一个很大很大的电流 假设导电度很烂 你加一个电厂上去 它只产生一点点的漏电流 对不对 假设绝缘呢 那就完完全全呢 导电度等于零呢 你完全没有任何电流流过这个材料 这个就是它的Om's Law的意思 那我们刚刚说Source Free呢 谁等于零 Row F等于零 JF等于零 假设你现在都未必等于零 那你怎么办 那你怎么办呢 起码JF不等于零 对不对 那现在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有两个式子我们要注意 在这个状态下面 Courage要等于JF 再加上Partial D Partial T 这个是溜不掉的 OK 或者呢 是我们右边的这个式子 Courage要等于JF 再加上I Omega Option 1S 它要变成这个样子 才可以 那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我可以把这个 带进来这边 那么假设我这样子写 当这样子一来的时候呢 你发觉一件事情 哇这个式子更难算了 因为本来在前面这边的时候 这个式子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没有 在真空里面没有这一项 那就很好算了 两个凑一凑就凑出一条 Wave Equation出来了 那这个Wave Equation谁不会解 两三下就把它解完了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件事情 但偏偏现在多出一项出来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没有办法了 相当于你多出了 你这个式子变成这个样 多复杂 但是人就是会凑答案嘛 假设我可以把它凑成跟它 跟在真空里头一模一样的 我是不是用真空里头的解 来代替就好了吗 我还用算一次吗 不用了嘛 对不对 那我要怎么做 很简单啊 大家都有ES的 我可不可以把ES提出来 对不对 我可以这样子做 这样子呢 就很像当初的 这个式子 OK 我把我想要转换的式子 写在这边 当初在真空 in vacuum 它是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假设你写成这样子 wave question就可以写出来了 但是呢 这个式子呢 写成到这边 跟它很像 只不过是 i omega乘上 f 这是 ES前面 前面有这一大串 好 你有i omega 我把i omega提出来 提出来的话 这个提出去就变成f 对不对 加上 sigma 除以i omega 我可不可以这样子写 然后 我就很大胆了 我把这个 叫做 f c 叫做 es f 本来是个常数啊 你现在突然间跑出个i出来了 就变成负数 我就把它写个c在这个地方 代表f 现在我用负数来代替它 那我是不是得到了一个式子 各位看看 下面这个式子 跟刚刚真空里的式子 是不是长一模一样 exactly一样 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这是option 这个地方是option c 只是这个样子而已 所以我只要做了这件事情 我什么计算都不用了 我就把它的答案拿来用就好了 凑一凑 我可以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就不要再算第二次了嘛 多爽啊 对不对 很棒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们来看两个状况 第一个 low loose dielectric 一个损耗比较弱的dielectric 什么叫损耗比较弱 就在把这个电磁波穿进去之后 它损耗的 不严重 电磁波进去之后 它会跟谁反应 电磁波只是电场 还有磁场的变化 对不对 假设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地方 讲到这个sigma 指的是电 我现在只管电 不管磁 假设磁有同样的现象 我要同样的modify 这次mu呢 可能就变成mu c了 哪边有mu 对不对 我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弄 但是在现在呢 我先只看电磁波 电磁波打进去 电磁波如何跟东西作用 电磁波只是电磁波 电场 我现在只管电场 电场只跟谁作用 只跟带电的东西作用 那low loose就是说 这里面带电的东西比较少 比较少 你看假设这边有个带电的电子 停在这个地方 就电磁波过来 瞬间电磁波朝上 电子就往下拉 下一个 这个电磁波过去 下一个电磁波进来 它是朝下的 这电子就朝向 所以电磁波过来的时候 这个电子在那边上上下下跳 哇跳得好兴奋啊 对不对 它本来不跳了 今天要开始跳 能量从哪边来 电磁波来 电磁波就开始损耗 对不对 所以你看你们的 我们的手机里面 不是都要有天线吗 你们收音机也要有天线啊 电视也要有天线 所有的东西都要有天线啊 有没有天线会拿一个木棒 插在上面 有没有 有没有用 不然手指头插在上面 有没有用 还是一根金属棒插在上面 谁有用 谁比较有用 金属棒比较有用 金属棒里面很多自由电子啊 我人手手插在这个 这个 这个天线的孔那边 可不可以当做天线 也可以 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因为我身上导电度就是差嘛 我没有很多电子啊 对不对 我们人的导电度好不好 很差 你们要是上实验物理学啊 用相片表量量看你的电阻是多少 OK来 Low loose就代表它的Sigma呢 不是很大 OK 就是说它不是很大 也就是这个时候你把Sigma呢 我们要设定一种状况 Sigma除以Omega乘上 Direct constant的时候呢 它一定要很小很小 也就是它很小的时候呢 整体要小于等于1 很小很小于1 这是我们设定的一个条件 假设是这样子的时候呢 根据这边呢 我们的伽马是等于什么东西 IK嘛 K是等于什么东西 Omega 在这边 根号 μ 现在是什么 Epsilon什么 Epsilon C 因为我们现在conductivity不等于0呢 就等于这样 Epsilon C是什么 我们就把它带进来看看 好 Epsilon C是等于什么东西 总要稍微算一下吧 Epsilon C Epsilon C 在哪里 R在上面 在上面 Epsilon C就是这一串 对不对 这叫Epsilon C 那 这个 我可不可以把它Epsilon提出来 它变成E再加上 I Sigma Omega Epsilon 对不对 因为这Epsilon是我熟悉的嘛 或者是E再加上 I Epsilon 上面叫Epsilon Double Plung 好吧 把它叫做这样子 这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也就这一项呢 我可以把它写成为 十数项 也就Epsilon C呢 写成Epsilon Plung 再加上Epsilon Double Plung Epsilon Plung就是Epsilon Epsilon Double Plung就是Sigma 除以Omega 对不对 这要导数了 导数会插个负号 OK 好 那我们要是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我这个地方啊 就会变成 这是它的十数部分 OK 后面呢 是根号 E减掉 Epsilon Double Plung 除以Epsilon Plung 就是这个样子 反正这个I在下面 就变成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来看看 记住哦 这个地方Epsilon Double Plung 是等于Sigma 除以Omega Epsilon Plung 就是Epsilon嘛 所以除在下面 是不是变成这样子 所以这一项 事实上Sigma 除以Omega Epsilon 就是代表 它要很小很小的意思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面 就像它 E减掉一个 很小很小的数值 对不对 所以我们呢 先对它做什么 太大展开 不要太紧张 展开来之后呢 它会变成 会变成这样 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项 这两个 除起来就是 这个数值 假设它已经很小了 平方向已经很小了 三次方向呢 更小 四次方向呢 更更更更更小 对不对 假设它已经很小了 我们就保留 前三项就好 OK 我们就保留 前三项 其他的 通通不要了 OK 其他通通不要 所以这样一来呢 假设后面没有 你看看哦 各位看看 这两个是不是实数 一加上八分之一的这个 这个是实数啊 实数乘上个虚数 得到的是什么 虚数 虚数乘上中间这个虚数 得到的是什么 实数 诶 那实数跑出来了 我们说α要是写成 γ写成iβ的时候 其中α就是什么 损耗 β就是传递 也就一旦有实数项出现 它就会开始损耗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这样一进来的时候呢 它马上就告诉我们 α呢 你整理一下 会等二分之一 Omega Aption Double Plung 乘上根号 μ over Aption Plung OK 或者经过整理 把Aption Double Plung Aption Double Plung 就Sigma除以Omega 带进来 你会得到二分之Sigma 根号 μ over Aption Plung Aption Plung 就是一般我们讲的 Directory Constant 所以这个是损耗哦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当conductivity增加的时候 Conductivity增加的时候 Alpha 就要增加 代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损耗 怎么样 也增加 所以我们或许可以试试看 假设现在是干剂嘛 对不对 那你拿着手机 跟你同学讲话 静静地走到山洞里面去 看看多深的山洞里面 你还听得到 我们在山洞镇当中 收得到手机的讯息嘛 收得到吗 大部分都收不到 除非它有放一个反射的 反射电子坡的 那个装置 把它硬打到这个 这个山洞里面 要不然是收不到 还有等到夏天下雨的时候 也同样做一次实验 因为一个是水很多 一个是没什么水 那这两个就不一样 那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 好 假设今天我们是非常非常好的conductor 假设今天是非常好的conductor 很大的一个conductor 那么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 Sigma over Epsilon 要大于大于等于1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伽马 跟α加上Iβ 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经过整理之后 会变成I1 加上I 根号πF μA 结果他发觉 他的实数项跟虚部项的 大小都一样 他告诉我们 导电度增加的时候 α也增加 推出来 损耗呢 也是增加的 OK 但你不能够用那个equation 用在导电体 很好的导体上面 不行 这个才可以 OK 好 假设有α 你会得到 exp-αz的这个响 就代表随着Z的增加 它这个数值会一直的缩小 假设你到了某个地方 Z呢 刚刚好等于α分之一 那你是不是等于 exp-1 对不对 我们就把这个 也就是说 你一个电磁波 打进来的时候 强度这么高 我打到这个地方 你开始decay 我decay到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原来的 E0的 exp-1 那么这个时候的厚度 我们叫做穿透深度 OK 穿透深度 所以穿透深度是等于什么 就是α分之一嘛 α算出来 把一导数就是 它的穿透深度 我们来打一个比方 同波而言 它的导电度在 5.8乘上10的7次方 S2M OK 那我们要用到什么 那α呢 经过计算之后 α会点2.6 乘上10的4次方 所以delta计算呢 会等于 0.038mm 在3MHz的时候 或者是 0.66个MHz 假设它在4个Ghz 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 假设我们今天呢 只是一般的一个电话 在讲 一般的电话呢 大概十几 二十几个MHz 一般家里面 无线电电话 假设是我们的手机 是900MHz 或者是1800个MHz 就1.8个Gb 一个是高频 一个是低频 然后你把你手机 用铝箔包起来 它告诉你一件事情 假如说 你铝箔很薄的时候 它可以穿透 铝箔够厚的时候呢 讯号通通可以挡掉 假设只是3个MHz 我只要铝箔啊 0.038个mm 几乎都挡掉 0.038就代表 38个micron 一般的铝箔 大概只有25个micron 你拿两层 把它包住了 电磁波就进不去 但是假设 你对10个GbHz而已呢 要包到0.66个mm 要三层铝箔 把它罩住啊 才可以把它挡住 OK 所以为什么啊 你在微波炉 在煮东西的时候呢 常常呢 我们比如说 在解冻一个肌肉 或者正在煮一条鱼 或者干嘛的 常常它这个尾巴的地方 尖尖的地方啊 都已经烧焦掉了 结果身体都还没有解冻 OK 那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 体积小嘛 电磁波很容易进去 所以它一下子就反应 里面的水呢 立刻就跟microwave反应 所以它已经熟了 结果体内还没有 体内身体这么大 电磁波进来 要一层一层慢慢的溶解 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做的一个方法 就是在它的墨汁的部分呢 用这个铝箔 先把它包住 铝箔一包住之后呢 穿透了 进去的电磁波就大幅减少 它就比较好 OK 就不会被煮熟了 做起来东西就比较好吃了 OK 但是这也是为什么 告诉我们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常常你看那个 有一次啊 我有一次在行政单位 帮忙的时候 那一次我们要 办那个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 我们现场这么多人啊 有人负责灯光 有人负责什么 哇忙得一塌糊涂啊 所有人呢 都有无线电队奖金 OK 但是常常有人在地下室呢 讲话我就听不到 有人在门口外面讲话 我就听不到 哇实在是烦死的 结果那次呢 总统要来了 他要来讲话了 哦总统要来 特勤人员啊 先前就通通都来了 那天来了两百个 布满了这个四处啊 OK 然后呢 他们就带着耳机 就讲话 我说奇怪 为什么你们耳机讲话 对方都听得到 而我这个无线电 喊个老半天啊 除了声音撒哑之外 什么都听不见 后来呢终于搞清楚 因为他们用的频段 是民间不准用的 军用频段 频率比较高 OK 频率比较高 所以他贯穿深度怎么样 深 容易挡不容易挡住 不容易被挡住 OK 所以他就可以压 通讯通论很好 不过当然他们也比较强壮啊 所以他们那个频率高 power又强 平常我们的对讲机power 大概都很弱 你知道吗 会给你五瓦啊 那个频率都很低 那频率很高了 不敢给你五瓦 要给你的百分之一瓦而已 或者是十分之一瓦 OK 那当然就很差了 那 讲一下题外话 那微波炉是干嘛 微波炉是 2.43个GHz 在这个时候呢 他刚好跟H2O 共振 H2O的震荡频率共振 所以当电子波 一打进去这个15里面 记住一定要有水哦 你要拿一个磁器的碗 假设它里面没有水 这个磁器的碗会不会发热 不会 假设是塑胶 塑胶里头没有水 会不会发热 不会发热 你人坐在里面呢 马上就煮熟 对不对 因为你全身都是水 所以这一进去的时候 水就开始震荡了 这一震荡就开始 它的能量呢 就要用热的方式发散掉 所以就可以煮熟了 很不幸的 这个跟蓝牙 只差一点 OK 只差一点 所以常常呢 你们家要做无线那个网络了 这个系统的时候 微波炉打开来 都有很多杂讯 有的时候呢 就会断讯 因为微波炉什么讯号都放 它不只是放2.43 连2.4它也放 OK 但是呢 我都很怕 我很怕这个蓝牙 这种蓝牙我不太用 因为这叫微波炉的旁边而已 它在仪器坏掉一点 是不是把我脑袋给煮熟了 OK 我都很怕 我比较喜欢新一代的 5点多个GGHz 5点多个GGHz 那个就比较好 OK 那起码原理水的共振频率 对不对